聖誕老人塞到環保的冰車 對工藝國小的大門來頂頂 又帶到所有小孩的禮物 小孩是歡喜到嘻嘻叫 雪橇是從無到有 我們去附近的車行 就有我們一台推車 那由家長跟小朋友 還有我們用雪橇的資源 一些樹木 素材 去用這樣的裝飾 去把我們的雪橇做出來 那還有一些廢物利用的部分 那也讓小朋友有一個環保的概念這樣 其實這都是由工藝國小的老師和家長 做會用心準備來的 結合酒店社區主委 用當地民眾就來一台車車開始改造 再到會修場找適合的貴宅 會修宅利用 最好跟修養學校裡面的手機手機 做成錄下作形的冰車 那今天呢是聖誕節 是一個愛與感恩的日子 那我們感謝國小的老師呢 非常的有創意 我們發想希望帶給我們的家長 還有我們的孩子呢 有一個非常感恩的一個季節 那從昨天開始呢 他們就去偷偷的去籌劃 這個整個過程 那利用環保的素材 就是配合幼兒園教學的一個 新的趨勢用鬆散素材 然後家長 孩子 老師 一起動手做出這個選項 那我們期待就是說 在這樣的活動之下 帶給孩子最美好的回憶 好 第五 劉廟正標示 剛才搞笑這幾年來 不管是給孩子 還是高校上頭的環境 就在加上家長的困境 家長的參與 大大提升學生的合適動機 好好那親像一個大家長 也拍下孩子良好的學習基礎 記得黃培改館 彩虹報道 有趣的